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昨天美國三大巨頭 包括Google 德州儀器 微軟公佈財報 結果財報超級爛的 爛到一個不行 真的 但是美國股市 它雖然是跌了 台北股票市場今天反而逆勢大漲了175點 這個 各位投資朋友一定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照理來說 美股應該跟著台股一樣啊 台股應該要跟著美股一起下跌才對 但是為什麼 今天台股反而是一個上漲的格局 這最主要取決一個資金的邏輯 它的一個方向性存在 我還記得我一直跟大家談過 其實台北股票市場真的很多的標的 都已經來到一個 歷史的遞當隨位了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反彈的空間它會很大 但是短期之內的震盪來自於資金的流向 如果我美元一直都在一個 很強勢很強勢的狀態啊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誰 影響到 這個新興市場的資金往美國去做移動 可是呢因為昨天 包括了 德州儀器公佈財報之後 這個盤後大跌5% Google也是跌了6% 甚至Microsoft微軟 大家很熟悉的微軟也是跌了將近快6% 那你看到這種重挫的時候 當然 你就了解了 現在的美國 他已經遇到了一個 經濟 可能遇到一個瓶頸的一個狀態 所以當你遇到瓶頸狀態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聯準會的想法 就很重要了 那聯準會啊 在過去這兩個月裡面 每個月都是升級三馬三馬在跳啊 但是你現在看到了 哇好多的企業已經面臨到一個 高檔衰退的一個問題 這個時候呢 聯準會的升級 可能就會放緩下來 那你接下來看到了 通膨的問題 就不會是困擾股市的一個重要的關鍵了 所以當你的 這個 聯準會升級開始降緩之後 市場的資金 又會從美國 再度回到台灣 所以外資呢 原本賣超 未來他就會變成怎樣 就會變成買超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談說 我們在股票市場裡面 我們要看的是未來 其實美國聯準會升級 是這一次行情下跌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理由 但是呢這個關鍵理由 隨著 運價開始下跌 隨著油價開始下跌 甚至房價開始下跌之後啊 聯準會 整個想法上面 會出現一些改變 因為通膨 雖然說現在還是一個非常高的位置 但是因為呢 原本影響通膨的關鍵因子嘛 包括這個運價的部分啊 國際貨櫃指數都已經跌了70% 都已經跌了70%了 那我原本運費很高 占我的 這個銷售費用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成本對不對 我說以前啊 運費可能佔這個 銷售的這個產品的成本大概 兩個percent 但因為運價大漲他必須 佔了20個percent 那你的通膨一定高啊 你所有的產品一定要漲價啊 那你在漲價的時候 當然人民就會受不了嘛 所以拜登開始進行一些動作 讓整個國際運價跌下來了 國際運價一旦下跌 就會影響到什麼 售價開始往下滑 所以呢美國的通膨 至少你的運價 下滑了 那國際油價呢 是影響到每個生產的成本嘛 每單位每piece的成本 那你現在呢 從120塊錢美金跌到了85塊錢啊 那跌到85塊錢 拜登還在釋放原油 還在釋放戰備存油 他的目標 就是要把它壓到70塊錢嘛 那你的油價下來了 他也恢復到一個 正常的位置的時候呢 當然 對於 整個通膨來講 又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嘛 所以再加上聯準會快速升息 現在美國的銷售啊 成屋的銷售已經創下15年 最長的一個跌勢了 所以房價也在下來 再過幾個月 我相信不久之後 房租也會下跌 美國的房價 高房價的問題 也會得到一個解決 所以當所有的問題呢 通通得到 通膨都已經得到一個 緩解的時候呢 那你再加上說 現在美國巨頭啊 這三大巨頭都遇到 這個所謂的 獲利衰退的問題啊 那聯準會呢 就變成打通膨要去救經濟的嘛 從原本的打通膨 開始要去轉向救經濟啊 所以我說 之前就已經有很多的美國官員 跟大家講 像葉倫啊 他就跟大家講說 其實美國的通膨並未根深蒂固嘛 那你現在油價下來 運價下來 你接下來呢 聯準會如果不要升息 對於股市來講 從原本的利空 變成了利多 從原本的大家很悲觀的情緒 又會變成一個 很樂觀的一個發展嘛 所以我說 台股未來會跟上 美國股市的腳步 那時間點上面有個問題而已 因為我們從美國股市的 方向來看啊 其實 美國 早就已經在反映這個利多了 已經在反映通膨下滑 甚至未來聯準會 他不再升息的利多 否則 怎麼會出現這樣子有沒有 10月13號 公佈9月份CPI結果呢 美國股市反而拉出了1300點的 長紅棒 這背後一定有他的原因存在嘛 所以當這根長紅棒出來之後 我說突破月線 月均線開始由下歪 未來會轉為上揚 一旦開始轉為上揚 那整個趨勢就會出現一個改變嘛 那同樣的 這個 這個現象我認為未來 也會複製在台股裡面喔 因為我們從 整個加權股價指數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大盤還是維持在月均線之下 對不對 那這種叫做弱勢的一個格局嘛 這種弱勢格局你要出現一個改變 要出現什麼樣的訊號 就跟美國股市一樣啊 我先突破月均線的反壓做一個小小的回撤 回撤回來之後 我的扣底值開始扣底低值的時候 整個趨勢就會翻揚了 所以我說台股未來喔 他會開始進行 下一波反轉的一個格局 但是重點是 這幾天的觀察很重要 哪幾天 因為我現在扣底值還在扣底這個位階嘛 那我未來一二三四五天 還有五天的高值要扣啊 所以這五天之後呢 台股如果能夠回到月均線之上 就可以預測到 台北股票市場準備油空翻多了 他就準備要成為一個 下一個空翻多的一個國際市場 那當然 就以國際的股市來講啊 包括韓國 包括日本 包括美國 其實大家都已經回到月均線之上 台股這麼的弱勢 本來就不應該是一種常態 他本來就不是一種常態 那你說 如果台股要翻揚向上的時候 會由誰來帶領 我相信 外資回來他第一件事情 一定先買我們台灣最大的一家公司 叫做台積電對不對 那台積電 最近這一段時間你看喔 哇你看他 這段時間光今年以來 跌了將近快40% 跌了將近快四成 那當然股價下跌下來 就有很多人開始在罵 罵說哇台積電這種爛公司 你看啊這種股價怎麼跌成這樣啊 大家都很恐慌啊 但是我說 在股票市場裡面 操作有兩種 一種叫做井上天花 一種叫做雪中送炭 如果說 你現在遇到的叫做一個 系統性的風險 因為美國升息的關係 因為外資大幅度撤離的關係 所以讓很多的股票 都來到相對的低檔區 那你來到一個低檔區的時候啊 你現在可以買的 是那種 低本益比高成長率的公司 那種 低本益比高成長率 他相對來講風險 比較小 可是你的獲利會很高 那你用小風險去取得大獲利 這個位置點上面 他不會給你太久的時間 他絕對不會給你太久的時間 所以我說 以台積電的股價來講 他跌到401塊錢 我說這個已經超跌了 你從他的 今年的獲利來去做計算就好啦 我說假設今年台積電真的這麼差有沒有 他因為 美國對中國的法案禁令的影響 你把EPS算出來也是29到30塊錢左右 那我29塊到30塊錢的獲利 我的股價只有401塊錢 你說這種股票是不是低估 太便宜了嘛 我把台積電放到國際之間 任何一個股市裡面 我講實在的他的股價絕對不會是這樣 那因為他是什麼 他因為是台灣的台積電 所以大家會怕一怕 怕打仗怕有的沒的 所以才會導致他的股價 來到這麼低這麼低的 歷史低的位置 那你說這個位置 他會是一種常態嗎 不可能的台積 我說台積電你就算 好不要說他年成長30% 我們就以年成長10%就好了 我一年成長10% 我7年之後他會成長一倍 所以呢我現在的 假設我今年是賺32塊錢 我接下來7年之後他會賺到64塊錢 那我64塊錢的EPS 我光每年配息就配 假設配一半也有30塊錢 你說401塊錢的台積電不能買嗎 當然可以吧 所以我知道這一點 外資也知道這一點 可是外資他要買股票 他一定會先嚇你啊 他怎麼嚇 他運用媒體嘛 他就直接告訴你說 你看喔台積電未來有沒有 他有六大風險啊 那你看到這個 這個什麼台積電有六大風險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害怕 一定都會嚇到啊 但是我就講嘛 你這個外資也很奇怪啊 你600多塊錢的時候 一直叫人家買台積電 未來上看700 上看800對不對 但是來到400塊錢 你反而跟大家講說 台積電未來有六大風險 這種 這種講法不覺得很妙嗎 你正常來講 你要講風險 你600多塊錢講 大家都覺得合理啊 可是你來到400多塊錢 變成說這裡有風險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你為什麼 低檔區一直在放利空 可是呢高檔區 卻一直在放利多 這就是外資他們的手法 他們一貫的手法嘛 所以你看喔 當這個外資 他講出高盛有這個 這個台積電有六大風險的時候 台積電當天的股價 那種錯完之後這兩天就開始反彈了 他又彈上來了 那這不就是外資他所想要的嗎 他要造成一個恐慌性的賣壓 當我造成恐慌性賣壓 我才能夠低接啊 那你要怎麼克服這種外資 他每次在做洗盤的動作 要有所本無所拒嘛 所以你知道說台積電未來的 成長前景是樂觀的 你知道說來到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不買也有別人要買的時候 這個股價呢 自然未來都有向上反彈的空間嘛 所以向下的空間有限 未來反轉的空間很大的情況下 當然 買點是對的 就好啦 我不是要說一定要買在最低點 而是要買在一個 合理的位階 這個合理的位階 會讓你未來有 大報酬率的 這才是一個操作的一個本質嘛 所以我說 當外資開始在做回流 有一些大型的全資股 其實會成為 這個市場上面 很多很重要的一個 反轉的一個目標 可是操作上面一定要 記得一件事情 還是要掌握好節奏 強制股拉回站在買方 來去做佈局 所以除了台積電以外 還有很多被低估的標的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 分析 陳東東部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雙振兆 代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辰 在11點到11點半 陪大家 一起看盤 那我們在做產業分析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會把 股票區分成兩塊 一種叫做景氣的循環 一種叫做結構性的改變 那景氣循環呢 它是一種 過程 它是一個過程 當我來到一個景氣循環的低點 它最後還是會往上創新稿 那結構性的改變呢 就是說 我這種東西啊 原本以前啊 很熱銷的 可是未來 沒有人要用了 就很像 以前的這個手機叫做 智障型的手機有沒有 那現在呢 大家都用智慧型手機 那你以前那種 功能型的手機 它就沒有用了 那沒有用呢 自然這些公司 它就屬於結構性的改變 那這種標的 當然就不是你該碰的 股票了 但是景氣循環 你就是要買在景氣循環的低點 賣在景氣循環的高點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些個股啊 它出現了利空之後 它反而不跌了 我們就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講 2409友達 哇你看喔 昨天公告出來 大虧100億有沒有 第三季虧損100億 比面板這個懸崖式的大跌有沒有 可是你看喔 股價反而怎樣 開低走高拉到平盤啊 甚至348億的群創也是一樣啊 哇開低走高又拉回到平盤啊 那為什麼 這些個股 它反而利空 不再下跌了 因為 面板業本來就是一種景氣循環啊 可是 你說景氣循環過了之後呢 我未來還是要恢復怎樣 還是要 還是會恢復我的 熔景嘛 我只要庫存消化完畢 很多的訂單就回來了 它就回來了 那你要在買在這種 虧損的時候 買在這種 股價大跌的時候 對 投資來講 才是有幫助的 這叫做雪中送炭嘛 所以開始有人 在友達雪中送炭的 在 這個所謂的這個群創有 這個所謂的群創 開始雪中送炭了 甚至台積電的部分 也開始怎樣 出現利空不跌的狀態啊 那也就是說 其實 大家所擔心的景氣循環 可能會隨著聯準會 它不再降 它不再升息之後呢 開始恢復到一個正常 甚至呢 開始恢復到成長的一個狀態了 所以我說台股當中有很多的好貨啊 那包括了 大家以前 做很喜歡的窄版三雄嘛 當時股價 在高檔的時候 每個人都把它吹捧得跟神一樣 有沒有 大家都說這是好貨啊 這是東 這家公司好棒棒 今年可以賺多少錢又多少錢 對不對 但是股價跌下來了 你以前看多的聲音 以前喜歡它的人 全部都消失啊 大家都不見啦 那我說 星星還是沒變啊 ABF載板還是很好啊 那你說股價跌下來 只是變得更便宜 你可以買更多 不是更好嗎 但是 什麼位階點上面 才叫做正式的轉折 這個我們就要去做思考嘛 所以我說 當股價來到一個 破底背離的位置 已經產生極度悲觀了 那你極度悲觀慢慢的回到了均線之上 他就會帶動均線開始翻揚嘛 所以扣底值扣底低值整個趨勢就會出現反轉 他整個趨勢就會出現改變啊 所以我說 3037的星星有沒有 你看喔 他已經回到月均線之上啦 他已經突破月線了 那大盤還沒有回到月線 他已經先上到月線 那是不是代表什麼 這個位階點上面已經有人在買了 已經有大資金大部隊偷偷的在去做布局 那我們再看他的整個股價的走勢啊 從原本的下跌的區間有沒有 開始進入到盤整的區間 那我呢盤整整理完之後呢 我的均線只要不再跌破 慢慢的跟著均線開始往上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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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本的弱勢格局變成強勢的格局 那就完全不一樣了 未來整個資金的流向 他未來買盤的力道他就會加強了 那我也講過嘛 你其實以ABF載板來看的話 像3037的星星啊 我前三季的EPS 我前三季的EPS就已經賺了15塊錢 那我第四季如果再加上去 公司也預告 其實第四季跟第三季的 獲利 營收來講是差不多的 那也就是說我可能今年可以賺到20塊錢 那我20塊錢的股票 一年賺20塊錢的股票 股價才119塊 那你想這個不叫做低估 那什麼叫做低估 但是我也沒有叫你去做追加的動作 我說你要了解一檔股票 他的股性 他的股性呢 現在是屬於什麼樣的位置 以前呢 像星星的話 他是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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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這邊反彈上來 逮到月線有沒有 就直接往下灌 這就是他過去的慣性 可是呢 當我現在突破了月均線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當我點到了月線 他就開始上揚 點到了月線 他就開始上來 所以呢變成 你要回測到月均線的幅 時候下去做一個切入下去做一個佈局 當你的買點是對的 你的向下空間是有限的 可是你未來反轉上去 你的空間他是無限大的 一檔股票在漲 你不曉得他會漲到哪邊去 可是一檔股票在跌 他總有他的最差的一個狀況 他會守住那邊 你最多一檔股票 就算你跌到下次 你最多就100% 但是我的股票在漲的時候 他叫做無限大 你有可能漲兩倍有可能漲三倍 所以就是為什麼 你要買在相對低檔區的一個 重要主營 那除了新興以外 包括南電的部分也是 400多塊錢 大家一直講有沒有 跌到200多塊錢 沒有人要了 真的沒有人要了 但是 他就是一個過程 就你已經來到了哪裡 來到了相對低檔區 他也從原本的下降趨勢 開始進入到盤整的趨勢 當我盤整一段時間之後 我的買盤開始進駐 月均線開始轉回翻揚向上 這時候股價開始往上攻擊 帶動均線開始上揚的時候 也是一樣 你的空間到哪邊 我講實在的 我沒有辦法去做預估 你要漲到什麼時候 你要漲到一倍兩倍 或都有可能 它是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前提在於說 你要買在一個相對的低檔區 你要買在一個 合理的位階 所以400多塊錢的 南電大家一直在買 可是來到200多塊錢 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 你這時候敢雪中送炭的人 你這樣會是台股當中 未來最大的一個贏家 所以包括3189的景碩 人家公司也都講了 其實我今年的第四季 展望也都不錯 明年還會持續的成長 但是股價也是從 原本的弱勢格局 開始進入到盤整 我開始進入到盤整的時候 你就回測 均線的時候下去做切入 台股大漲不追 買拉回 這就是一個 操作上面我們要去了解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節奏 那尤其是台股最近的波動性比較大 那你在掌握這些節奏的時候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這些個股其實 講實在的 已經很便宜了 那你說 一個很便宜的位階點上面 就會形成向下空間有限 的一個機會點出來 可是每一次來到那種機會點的時候 敢買股票的人真的不多 因為大家都被嚇到了 每一個人都被這種空投的走勢給嚇傻了 那我也必須要講 其實每一次空投來的時候 他總是轟轟烈烈 可是呢當多投行情要來的時候 他都是不知不覺的 有時候股票呢 他已經漲了20% 漲了30% 甚至漲了五成六成 你才發覺到說 哎呦 奇怪呢 這個 台北股票市場怎麼漲了這麼多了 那你回過頭去想 每一次多投行情來的時候 他有什麼利多嗎 沒有啊 都沒有人告訴你 為什麼股票會漲啊 可是空投行情來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到有很多很多的 利空消息 再去做一個打壓 所以這就是多投跟空投之間 你在轉折上面 非常難去掌握的一個地方 那我也跟大家談啊 我說 你在掌握這一些 轉折的時候 其實你要回歸於個股之間 他未來的成長性跟他基本面 我講的是未來喔 不是現在喔 所以當你能夠了解這些公司的價值 你自然有所本無所拒 在操作上面你才會更加的一個輕鬆喔 所以台股 未來的整個行情來講 其實有一些利空已經慢慢淡化了 包括國際股市之間也都是喔 那歐洲股市也回到月線了 美國股市也都上到月線了 台股未來 要回到月均線之上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他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當然 現在有一些好的股票 我們要尋求 大波段的操作 但是呢有一些 熱門的標的 我們可以運用當沖的方式來取價差 但是不要覺得當沖很簡單 當沖呢你一定要有公式跟方法 所以像我們在做當沖的話 我們會從大盤的角度去做出發 甚至選股買點賣點 這都有一套規劃 再去做一個進行 所以呢 你這種短波段的操作 你更需要有專業的人士 來跟你去做協助 否則每天在追高殺地的過程 你很容易喔 一旦追錯 哇就套在相對高檔區 比如像說 前幾天很強啊 像這個漢遜的部分啊 哇早盤看起來很高啊 胖一根下來有沒有 又回到平盤了 那你說 這個股票結束了嗎 我也認為還沒有 可是呢 你的買點就很重要了 不是用追股票的方式 而是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房 那你的買點一旦是對的 才會得到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反轉空間 很大的一個機會點喔 所以操作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看得更寬想得更遠 你才會得到了更多 認同我們操作了 歡迎廣告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霄魔咪 霄魔咪